凤轴平民金殿开,攒江团善共徘徊 欲言不及寒压色,犹带朝阳日引来 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《长信秋辞》 这首诗借汉代班决于诗宠之事 写唐代宫廷女子不幸的命运和悲愤心情 艺术上颇具特色 以秋日清晨,长信宫里,执肘洒扫之情事 皆是其孤寂七清的类型世界 以捐气之团善,暗喻失宠之宫里 最后以欲言与寒压进行反比 亦在言外,构思十分巧妙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描写细致入微,曲折沉痛 不言怨而怨自在,优柔婉立,寒韵无穷 使人一唱而三叹 天亮就拿起扫帚,打扫金殿尘埃 白无聊赖时,守之团善共徘徊 美丽的容颜还不如乌鸦的姿色 她还能带着朝阳殿的日影飞来 凤肘平民金殿开,攒将团善共徘徊 欲言不及寒压色,犹带朝阳日影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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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鸦 转发 打扫金殿尾